字幕提供 放出大家的玩具 好好吃 它點真的非常非常的辣 這椰奶味超級超級濃 好欣欣巴瑞有點這個 我原本要阻止它 Sanaddy好Sember 這是我回來泰國的第一支影片 天啊真的好久不見耶 那這支影片呢我就要帶你們去吃 我在台灣想念整整八個月的美食 我要把全部的菜都吃一遍 我列了一個清單 那有些名店呢是我還沒有吃過 但是我對他們的料理很有興趣的 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很愛 而且我跟巴瑞去了至少有五六次以上的店 一次推薦給你們開箱給你們看 那我們出門班Let's go 根本說這家店我跟巴瑞來了至少有五六次以上 超級好吃 而且吃完他們家的回客就回不去了 等下東西送上你們就吃到了 我喜歡吃 我喜歡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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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跟巴瑞來的這家店啊 是他們在曼谷里加分店 那比我們家比較近 我們家是住在曼谷西邊 然後在大家熟悉的通過區 就是西中心那邊也有他們的分店 大家可以去試吃看 這個小菜速度超級快 你看他一樣每一顆都超級飽滿 然後很喜歡他就是因為他拌軟 然後用拌脆的派接下來超讚 它超級新鮮 白麵會直接泡開的那種 好好吃 好好吃 這個醬啊 是甜辣醬 不會很辣 就是甜甜的微辣醬 夾一圈在上面 他們家的豆芽菜也是超級脆的 很清脆 我真的超級喜歡就加點 這次回來之後 它更好吃了 Aurine的這個是海鮮起司 它有一整隻新鮮 超大的蝦 這兩樣啊 都是我跟白麵來這邊都一定會點的 它裡面好淡菜 魷魚 超大一片 它可以說是我人生中吃過最好吃的蝦海鮮 看一看大家一定要來吃 超好吃 它的魷魚蛋都接著恰恰的 超級軟 不過他們的醬料我自己有點不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蜂蜜 但可以試試看 因為平常大家看到的都是海鮮漿 這個還蠻特別的 這整條街啊 都是吃的 而且晚上超熱鬧 那接下來我要去 走路三秒就到的冰淇淋店 我們每一次啊 吃完回退就會走過來 它其實也是一間麵店 不過我們都來這邊吃冰淇淋 然後它冰淇淋是那個生蛋 然後放在野奶冰淇淋上面 Marine點的這個 它是有放玉米醬 然後我的是青藍果跟花生 然後我還點了一個 水晶寶寶 超喜歡吃這個的 This is Karine Bay 6 e toy toy first and then come here to eat ID 這個野奶味超級超激動 然後再配上花生 脆脆的花生感 真的好好吃喔 它的生蛋是混在裡面吧 已經變成固體了 它就吃得很像軟糖的感覺 但我還要吃一半的食物 Marine每次都給我點這個 骰蝦的 其實我有點不喜歡 我還是覺得很 很怪 這個很特別 可以吃吃看 我還沒吃到骰蝦 我還沒吃到骰蝦 你完全不明白 這是大叫做泡沙煮的 大家只要是吃喝那 這個真的太好吃了 我剛剛在裡面吃一個 我現在又帶一個回家 Marine有問說 它裡面那個綠綠的是什麼東西 的餅乾了 什麼東西 還有副羅蜜在裡面 難怪我覺得它味道很多 現在是晚上十點 我要帶你們去吃 第二家我非常想念的泰國菜 是我和Baryn很喜歡的宵夜美食 那我們走吧 第一次我們來吃的時候 我們兩個真的辣到不行 我們吃完跑去對面的Seven 買一罐超大罐的礦泉水 黃罐 晚上十點半 禮拜天還是一堆人在吃這家醃豆腐店 我絲絲便便的醃大罐 這家店的位置呢 它在兩間非常有名 大家都知道的泰式餐廳旁邊 一家呢就是智姐熱潮米淇淋路邊攤 第二家呢就是鬼門炒河粉 你怎麼來? 你怎麼去醃大罐? 你怎麼來? 你怎麼去醃大罐? 你怎麼來啊? 你怎麼去醃大罐才不夠 醃大罐東亞不夠 醃大罐東亞不夠 醃大罐才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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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去醃大罐才不夠 醃大罐才不夠 醃大罐才不夠 好好喝 它喝起來就是真的很芒果的真材實料的味道 沒有加任何的那種甜甜的芒果香精啊 什麼的 我點的這邊呢是菊花茶 這一碗呢就是他們的招牌 醃豆腐麵 然後我放了兩個壺貢 好像十塊錢吧 然後Baring的呢 它的是醃豆腐加動洋的湯頭還有炸豬肉在上面 很香啊 好慢 我覺得他們家的湯頭啊跟一般的是 一般外面的是不一樣 一般外面的是屬於清淡型 就是甜甜酸酸的 但他們家的就是有很多種層次 你吃下去先是甜然後再是酸 最後是辣 但是我要提醒你們大家 這家店真的非常非常的辣 你來吃嗎 第一次我們來吃的時候啊 我們兩個真的辣到不行 我們吃完跑去對面的 Saven買一罐 超大罐的礦泉 礦泉 但是我們仍然喜歡這家店 這家店的燕達佛華 是我目前在曼谷吃到最夠味的 大家都知道嗎 麵的湯頭是非常重要的 這間店真的很好吃 但是切記如果你要吃他們家 清淡Pet Nye 或賣Pet 我的這個就是酸酸甜甜辣辣 但Baring的就有那種動洋的味道 混在一起 自從我回去台灣之後 Baring就沒有再來吃過這個了 和iddin 是好的 黑色了嗎 我們都不知道是黑色了 你有沒有那個時候 真的是台灣沒有的味道 怎麼沒有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that one is properly scared you 什麼? 本門草河粉旁邊的甜點店 這間是在賣泰式脆餅的 然後七個是一百塊 聞起來超香 熱騰騰剛做好的 它的底層有放椰子絲 它的甜蛋絲跟一般的不一樣 不會那麼的甜 可以吃到那種一絲一絲的口感 然後它裡面還放了一個 我跟Barin以為是蜜餅的東西 結果它是柿子 這個是柿子乾 它的柿子是有糖 它的柿子是有用糖醃漬過的 但是沒有這麼的死甜 這真的跟一般的不一樣 這個是我第二家吃到最好吃的 第一次是Dalabu Tanongbong 真的嗎? 這是我的第一次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 這是你的第一次Dalabu Tanongbong 我喜歡它的柿子 因為我的 Tamada Mokonbong 這是我的第一次Dalabu Tanongbong 這是我的第一次Dalabu Tanongbong 什麼叫我? 不要問我這個困難的問題 我只是想說你很平衡 你不是很平衡 你只能不能進去 因為你很平衡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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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滿,超好吃的 沒有牛的燒味 超好吃的 這麵店的Mukata 我太太失望了 我真的是特別選了一間 就是很多泰國年輕人都會來的店 然後他在我的美食器裡面已經是很久了 而且我根本說這間店超級滿的 他早上賣早午餐停點跟咖啡 然後晚上是燒烤跟酒吧 從早上9點一直營業到晚上11點 你說忙不忙 他們這邊的景色很美 不過很可惜是因為我們今天比較晚來 所以沒有看到他這邊的景色 傍晚應該會很漂亮 這間餐廳其實不便宜 不過我覺得他氣氛很好 而且還有Live Bank 就是中午假日的時候 跟朋友一起來喝個酒 然後吃個燒烤 其實還蠻快樂的 我們連499的套餐 把它都會浮一塊豬油 所以要把它塗在碎上面 所以這樣子肉才不會沾到那個鍋子 因為他499就已經蠻肉吃的 因為他肉超級多 然後還有魷魚 跟兩塊魚豆腐和兩隻蝦子 而且蝦子也蠻大的耶 看起來很新鮮 他們提供的肉都還不錯 因為我自己是不喜歡吃培根 或者是肥肉的人 然後他也有蠻多瘦肉 但是烤肉最重要就是他的醬汁 好不好吃就取決於肉質跟醬汁 這應該是他們家自己調製的吧 因為我覺得顏色好像不太一樣 然後啊 在果然他們會在自己加蒜跟辣椒 調出他們自己的口味 好吃耶 甜甜的 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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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這邊真的超多年輕人來的耶 我剛才有看到韓國人 就是外國人也蠻多的 我要試他們的那個洋蔻婆 我最喜歡的涼拌玉米沙拉 但是所有涼拌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洋蔻婆 然後一定要配上這個玄彈廣 然後一定要配上這個玄彈廣 然後還點了一個台灣牛 你根本說 把日為了漂亮 You want to take the beautiful footage want me to eat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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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會被電 超級軟超好吃 沒有那個牛的燒味 很好吃喔 好欣欣 我原本要阻止他 我這家店哪有一點點小貴 不過他的服務還有環境跟食物的乾淨 我覺得是符合這個價格還蠻OK的 但是一般泰國人好像都比較喜歡去吃那種 而是一些噴邊的噴邊 它就是比較接地去的這種 而且是這個我覺得還不太好 市場給我轉購買 市場給我轉購買 其實可以看我的食物 我很喜歡這個感覺 我平常的泰國料理都可以吃一個比較好味道 他其實就是想念台灣火鍋的舊 這首歌是死了 這首歌 我們吃飽出來了 我真的飽到快要吐出來 超級飽499的肉 其實還蠻多的耶 而且我們還試了一點點 因為這個實在吃不完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總共吃了有五樣食物吧 應該會出第二集 因為我想念的泰國食物實在太多了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拜拜 好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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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